相撲是一瞬间肉体强烈对撞的项目 但如果你以为相撲中的力士都是肥肉满天飞 白白嫩嫩惹人爱的话呢就错了 他皮肤又黑相貌英俊 没有厚重的肥肉做保护 只会用肌肉做盔甲包裹全身 曾稳坐在横杆的位置上整整十年之久 他做万千日本人说锦养年街霸游戏中的人物 爱德蒙本田都是以他为原型 他是最符合日本人心目中对相撲力士的想象 这里是巨鹿格斗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满身筋肉 被称为二战后最强横杆的千代之富士贡 1975年进入职业相撲的千代富士 生涯占继1045胜 身高1米83体重126公斤的他 在相撲力士中绝对算不上转锁 当他像盔甲一样的肌肉和清晰的线条 绝对是当时相撲界最特别的存在 注重力量训练 每天500个俯卧撑的训练量 千代富士擅长使用快速而又猛烈的上手投招数 又加上因为锐利的眼睛而被称为狼 虽然20岁才开始正式比赛 但千代富士的实力完全征服了观众 成为横杆 前就在三重海和又来 花生上获得过三次金星 在成为横杆的前年还战胜了横杆北之湖 当晚的比赛收视率还创造了历史 超过了52% 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登上了横杆 而且长相帅气的他迅速引起全国的相扑热潮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千代富士能稳坐在横杆这个位置 需要不断面对年轻选手的挑战 其中就包括来自下位的选手小景的挑战 千代富士在小景面前简直像个小孩一样 折天逼日的身材 在第一次交锋当中直接就把千代富士推出圈外 但随着两位的交锋变多 小景这座大山已经完全阻挡不了千代富士的脚步 七次拿下与小景之间的胜利 昭和63年千代富士开始了他职业生涯开挂之路 半年时间连续53场胜利的记录 是整整53年胜了兄弟们 除此之外千代富士还拥有着7次20家的年胜记录 在他横杆的10年里 中共出现过另外7位横杆 真的是神仙打架的年代啊 すごいですね 关于千代富士生涯晚清最值得讨论的 是1991年与桂莱花的一仗 当时千代富士已经35岁高龄 在那一个年纪 大部分逆世其实已经退役了 而此时他仍然接受了当时19岁 强悍无比 是下一代横杆最有力的人选的挑战 这场比赛开场双方都非常僵实 而后段桂莱花突然压地重心发起冲锋 千代富士在年龄后退中 失去平安被推出图表 千代富士惨败 桂莱花也在千代富士身上获得了金星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年千代富士就曾经在桂莱花哥哥 若莱花身上也拿到过金星 这场比赛结束没多久 千代富士就在记者会上行内宣布退役 结束了22年的相扑生涯 当即使他离开了图表 千代富士仍然在努力培养着 更多优秀的相扑选手 为相扑界付出 2016年千代富士因为一线癌病逝 想念61岁 调研当天许多相扑的历史都到了 一代横杆人生落幕 他是第一位获得国民荣誉奖的相扑选手 也许以后还会出现比千代富士更强的横杆 但再也不会有人能替代他在日本人心中的位置 多年后的今天 人们在看到千代富士的视频时 我们仍然会说到 诶 这不就是结巴里的那个相扑手吗 这里是巨路格斗 格斗可以像电影一样优雅 我们下次见